南京雨花台挖出朱元璋女儿墓 就在林墓打开的那一刻 在场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公主墓里竟然还住着活人 而且就睡在公主的十字棺床上 这一住就是三十七年之久 住在墓中的人到底是谁呢 她又为何会睡在公主的墓中 感兴趣的老铁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长按点赞三秒还能触发神奇特效 接下来就让我们揭开复兴公主墓之谜 1998年南京市正热火朝天的进行城市建设 政府决定在雨花台附近修建一条公路 就在工人们紧赶慢赶的施工时 突然地面上塌陷一个非常奇怪的大坑 这可把周围的施工人员给吓了一跳 泥土中隐隐出现的青石砖 让在场人意意识到眼前深坑的非同寻常 于是赶紧上报给有关部门 接到消息的考古队迅速赶赴现场 经过初步勘测确定下面有一座古墓 为不耽误道路施工进度 以及保护墓中文物 考古人员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 经过对墓葬表面的清理 他们发现古墓缩处的位置地势较低 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厚重的石门 根据石门上的课字专家判断 这座墓葬的建造年代应该属于明朝 在进一步的清理发掘中 他们发现石门后面还有一排厚重的围墙 然而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文物出现 竟是象征皇权贵族身份的石像生 看来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一定不低 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带着这个疑问 专家继续向下清理 可以看出这座墓葬的规模非常大 整体呈现出长方形 一共有两个墓室 分别是前室和后室 这更加证明墓主身份非比寻常 墓室的墙壁上涂着白石灰 由于年代久远 部分白石灰已经脱落 就在考古人员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却被现实狠狠浇下一盆冷水 这座墓葬已经被盗墓贼杰族先登了 只见灵墓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数个盗洞 而且年代还各不相同 这意味着墓主的身份将很难辨知 尽管如此 发掘工作还得继续进行 幸运的是墓葬保存得非常完整 在前室的角落里 还发现不少琉璃瓦片 以及精美的凤文低势构建 专家推测他们应该是用来装饰墓室墙壁的 后室两边各有一个壁堪 周围的墙壁上还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图案 经过专家的初步解读他们推测 这个灵墓应该属于明朝的一位公主 但这位公主具体是谁还需找到墓之名 就在这时事关床上的棺材引起专家注意 只见棺床可有精美繁复的花纹 遗憾的是棺国有倒塌腐烂的趋势 在讨论之后 专家决定打开棺国一探究竟 就在这时一位老者突然跑进考古现场 阻止考古人员开关 南京与花台挖出朱元璋女儿墓 令人震惊的是墓中竟有人生活37年 他究竟事实又为何生活在公主墓里呢 更让人惊奇的是 在这座墓中住过的人 远远不止他一个 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突然出现的老人 令考古人员大失一惊 经过交谈才发现老者的身份不简单 原来他竟是这座陵墓的守墓人 我们都知道古代皇族贵族在死后 会有专门的守墓人守护陵墓不被破坏 能成为守墓人的一般是皇室成员 或者是武艺高强的宫廷进军 而这位老人却并不是皇室中人 根据他的描述 这座墓葬埋葬的是 朱元璋的第八个女儿扶兴公主 至于老人的家族 为何会给这位公主守墓 还得提及陈锋数百年的往事 老人的祖先曾和明太祖朱元璋有些交集 在朱元璋没有建立大明成为皇帝之前 曾帮助过他的先祖一家 也就欠下朱元璋一个大人情 陈家一直想要报答朱元璋的恩情 但已经成为皇帝的朱元璋什么都不缺 所以他们一直在等一个机会 当朱元璋最宠爱的女儿去世后 陈家便主动请应 要视代为公主守灵 以报答朱元璋曾经的恩情 于是就一直守灵到现在 刚开始专家还有些怀疑制化的真实性 不过在后续发觉中 他们找到一块墓制名 只见墓制上刻有几行字 扶兴公主旷之会 太祖高皇帝第八女 母后孝次高皇后 据史料记载 朱元璋共有42位子女 其中儿子26位 女儿16位 而最为宠爱的就是第八个女儿扶兴公主 从小相貌清秀天资聪颖的扶兴公主 不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还非常懂得治国安邦之道 在古代一般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 女性参政更是不可能的了 但在朱元璋身边的扶兴公主却不一样 曾多次出谋划策 替朱元璋解决燃眉知己 足以见得扶兴公主有多么不简单 而这位聪慧的公主 却在48岁时 应感染风还未得到及时救治 不幸适事 当时的皇帝朱棣听到消息后 还送来众多精美奢华的陪葬品 可以说是在明代公主墓中相当高的了 令专家感到疑惑不解的是 这座陵墓明明有守墓人在世代守护 为何还会惨遭盗墓贼的侵扰呢 老人接下来的一番话 令在场人唏嘘不已 原来盗墓贼很早就盯上了这座墓 这些人总是趁着夜晚开始盗墓 单凭老人一个人力量 根本无力阻止 更过分的是这些盗墓贼 不仅将里面的珍贵随葬品洗劫一空 竟为了盗宝方便还住在里面 等到里面的珍宝贝盗完后 心满意足的大墓贼 便大摇大摆离开陵墓 看到公主墓里的满地狼藉 老人实在是痛心不已 原本以为能够消停一阵 谁想到又有人在公主墓里住了下来 还把公主的官床给霸占了 从老人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出 墓室周围堆放着很多散乱的被褥 连避开里都放进了一些被褥 地上也堆放着很多现代的瓶瓶罐罐 据调查这是一群进城打工的务工人员 可能他们在找不到工作时 发现了这座古墓 认为住在墓里不用花钱还能遮风挡雨 于是就把扶行公主墓当做了出租屋 但是这种行为不仅对墓主是非常不敬的 也给古墓带来了一些损伤 老人此次找到专家 也是希望文物部门 能保护好这位皇室公主的墓葬 虽然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考古专家还是决定打开棺果 就在这时他们发现棺果有打开过的痕迹 原本大家还在期待棺果里 可能会有遗留的随葬品 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 只见公主的尸骨已经完全腐朽 里面也并没有珍贵的随葬 不过在尸身周围 却发现不明液体 专家推测这应该是生活在这里的人所为 在后期文物的整理过程中 他们认为 浮行公主墓是中国发现并保留的 唯一一座保存完整规格宏大的明代公主墓 对研究明代皇族丧葬礼俗 建筑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遗憾的是墓中的随葬品流失民间 墓葬遗史痕迹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估计谁也没有想到 曾显赫一时的浮行公主 其死后的灵墓会落到这般境地 连放置尸身的棺床都要被人占用 之后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 那些住在墓里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 被妥善安置在其他住所 并为他们找到了工作 2000年经专家和南京市文物局决定 浮行公主墓异地重建 2006年正式进入国家文物保护范畴 还在墓棺靠后的位置 建立寺庙公守墓人居住 这座墓葬也是我过发现的 唯一座仍存在守墓人的公主墓 好在最终已算是对浮行公主有个高位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可在弹幕或下方评论区进行讨论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老铁 可以点个赞或者关注 我会持续为大家更新的 如果有说的不好的地方 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 感谢观看